1987年的一天 退休在家的肖敬光打完太极拳 从院子里拄着拐杖回到客厅 顺手打开了电视 他有个习惯 虽然退休了 但是时刻在关心着国家的建设 这时电视里的播音员播出了一则新闻 说中国将不会建造航母 想来脾性温和的肖司令一下子竟然暴跳如雷 他使劲用拐杖击打着地面 一面冲着电视里面的播音员大喊着 误国误国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马上从外面跑进来问他怎么了 赶快给我接通刘华清的电话 他怒气冲冲 一边使劲用手杖点着地面 一边走向电话机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工作人员还是以最快的速度 接通了刘华清 肖敬光接过电话 劈头盖脸就质问刘华清 谁做的决定不打算建造航母 听到海军老司令的电话 刘华清马上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 他马上回答说调查清楚后 会当面给肖司令交代清楚 第二天一早 刘华清就到了肖敬光家里 原来 当时因为国家的经济刚刚起步 各方面尚不具备建造航母的条件 所以国内意见很多 也很矛盾 但是不管怎么样 基调没变 航母一定要造 但是急不得 某些工作人员可能对此有些误解 所以造成新闻发布上的一些奇异 老司令 你是了解我的 建造航母一直是你我两人共同的梦想 我在建造航母方面的工作一直没间断 你放一百个心 肖敬光听到这里 脸色才略为好转 两人又对航母建造的相关事宜 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我国的航母事业举步维艰 无论是船舶建造技术 舰载机技术 还是材料技术 均达不到建造航母的标准 70年代开始 中美关系开始改善 70年代末期又进行了改革开放 中美军事交流 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1980年5月 刘华清率代表团到达美国 参观了圣迭哥海军基地 他登上美国突击者号航母 其后又多次参观小英号航母 和CV-61航母 为了更多的学习 了解国外先进技术 作为解放军高级将领 他竟虚心地就像个小学生 仔细听取了航母上 美方士兵的解说 默默忍受 他们掩饰不住的优越感 美国航母的武器装备 电子通讯能力 以及船体的规模大小 恢弘的气势 还有它的综合作战能力 给刘华清造成了深深的印象 如果中国不建造航母 我死不瞑目 1987年 他开始推动 中国航母的论证工作 并且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 和人才储备 他提出了大胆 而又科学的推测 即从1987年开始 中间不断带的研究和建造 也要到2010至2015年左右 才能形成有战斗力的航母 很可惜 肖锦光将军于1989年去世 2011年 刘华清将军去世 他们都未能看到 中国航母事业的腾飞 最可惜的是 刘华清将军 就在他去世仅仅一年后 2012年9月 中国第一艘航母 辽宁舰正式入列 正好在他预言的 2010至2015年间 从此中国的航母建造 事业发展迅速起来 仅仅五年后 山东舰加入海军大家庭 这是我国第二艘航母 又过了五年 2022年6月 福建舰完工 并成功下水第三艘航母 中国进入三艰 何必新时代 我们再也不用 把坦克搬上军舰当炮塔 海军战士们 也不再像以前那样 用手榴弹去肉搏 1974年 中国与南越之间 爆发了西沙海战 当时我国首先出战的 四艘小军舰 仅1700吨总排水量 而南越5号和6号舰 获自美国 一艘排水量 几达2050吨 超过我方 四艘军舰的总排水量 算上我方赶来支援的 另外两艘舰艇 六艘军舰 总排水量 才2530吨 而南越四艘军舰 总排水量5983吨 是我国的两倍 南越主动挑起事端 向我军舰开炮 我军舰发挥 传效灵活的特点 靠近敌舰 使敌人的火炮 无法发挥效用 而我海军战士们 则用手榴弹攻击 最后南越一艘 护卫舰被击沉 其余三艘被打伤 但是敌人 还在负于顽抗 关键时刻 我两艘 281和282号 小型猎潜艇赶来增援 被打得心虚的南越指挥官看到后 误以为是我军大型护卫舰 仓皇下令逃跑 我军乘胜收复了 被侵占的三个岛屿 其是我281和282号猎潜艇 才950吨排水量 而我军四艘大型护卫舰 无法参战 因为在动乱年代已经失修 这是一次惨胜 两国军舰的差距和战斗的激烈 让我们意识到了 海军现代化的无比重要 这也是萧敬光和刘华清 极力推动航母建设的原因之一 本质上来讲 这一次我方的战术算不上海战 而是套用了陆战的战术 另外一个事件的发生 更加让我们意识到了 进行航母论证和筹备工作的紧迫性 1982年 英国和阿根廷之间 爆发了一场现代意义的 海陆空立体战争 其目的是为了争夺 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所有权 英军在两艘航母的支援下 在距离国家一万三千公里的地方 超远距离作战 击败了在家门口作战的阿根廷军队 战争的结果是阿根廷的国家建设 被打得稀碎 国力从此一蹶不振 航母的重要性再一次得到体现 刘华清跟航母的缘分 来自于一次意外事件 可以说完全是巧合 1970年 刘华清遭遇人生低谷 他从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位置上退下来 在海军一个小部门做主任 这个部门叫做造船工业领导小组 在座者期间 他得到了一个意外之喜 上级党委接到中央命令 要研制航空母舰 于是党委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从此他跟航母的结下了长达40年的缘分 他和研究小组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写出了一份报告成交了上去 在这份报告里面 他先分析总结了当时美国和苏联的航母的数量和种类 进而提出了我国航母建设的基本架构和必备条件 但是凭当时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工业实力 他的航母梦想完全无法实现 更关键的是 那时候我国海军的基本策略是防御 航母是被人诟病最多的项目 甚至被认为无用 所以他的报告递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回音 一直到西沙海战和马岛战争后 强大的海军建设和航母的重要性才被重新提起 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 也让我们有了机会接触到世界最先进的海军科技 刘华清的航母梦想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 也越来越接近现实 1982年 刘华清成为第三任海军司令 他不遗余力地推动航母项目的论证和筹备工作 为日后航母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刘华清也因此获得现代海军之父的美誉 航母事业的发展靠的是几代人的努力 其中就有第一任海军司令肖清光的心血 1949年9月 正在参与指挥恒保战役的肖清光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接到了中央极点 要他立刻到北京面前主席 他不敢怠慢 向野思报告的情况 交接完作战任务就来到了中南海 主席先是关心的问起恒保战役的大致情况 然后就转到了正题 主席说 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需要组建空军 也需要海军 时间很急 但是我们又缺乏人手 所以我们经过研究 决定由你来做海军司令 你觉得怎么样啊 肖清光傻眼了 他还没见过大海长什么样子呢 而且还运船 主席 千万使不得 我是个汉鸭子 游泳都困难 哪能做海军司令 你是做司令 又不要你出海 只要指挥就行了 主席善用人 这一点是无容置疑的 比如说刘亚楼云基 他却被任命为空军司令 为新中国空军的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肖清光 毛泽东是看中了他有三个特质 一般人没法跟他相比 第一个 他有极强的开创能力 擅长从无到有 白手起家 在延安和东北的时候 他都展现出这方面的优势 在延安时 他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 那时候为了发展根据地 延安的兵力几乎被抽空了 他手上基本没几个兵 他愣是凭着信念和毅力 把留守兵团发展成九千人规模 兵种包括了炮营 特务营 资重营 工兵营 建制齐全的正规化部队 确保了延安党中央机构的安全 第二个 他很善于团结别人 这也是制胜的法宝 有很多解放军将领能打恶仗 硬仗 可是在团结被解放人员方脸 则完全靠政委 肖清光不同 他很有耐心 会做思想工作 解放军打下长春后 国军将领郑栋国北俘 他不服管教 谁的话都不听 就是肖敬光成功开导他的 海军里面有很多国民党 起义人员 投诚人员 也有俘虏 他们虽然战败了 可是手里有舰船技术 不团结他们的话 很难开展工作 第三个 肖敬光曾两次赴苏联学习 精通俄语 海军建设肯定得向苏联学习经验 肖敬光有他的优势 但是要组建新海军 谈何容易 当时张爱萍创建华东军驱海军时 只有13个人 这其中有5名干部 加上各自的警卫员4名 再有3名司机和1名吹噬员 这就是当时我国海军的全部力量 肖敬光上任后 所有家当是350多艘舰船 有缴获的 有接收的 甚至还有清朝遗留下来的 制造这些舰船的国家也多种多样 有英国的 美国的 日本的 也有国产的 因缺乏技术 人才和物资 很多舰船得不到保养 躺在船屋里面睡大觉 无法使用 那是1950年的一天 响当当的共和国海军司令肖敬光 要去刘宫岛视察 可是找了半天 竟然无船可用 刘宫岛可不一般 它是清朝北洋舰队的驻地 甲午战争时海军 体督丁补昌就在此以身训过 肖司令一时之间找不到船 只好临时租用当地渔民的 一艘小型大渔船出海 将军心中之苦 无人可体会得到 浙江和广东周围岛屿 被国民党海军占领 危机四伏 所以他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建立一支轻型海军 突破国民党的海上封锁 沿岸防御 船上没有武装怎么办 把陆军的大炮和重型机枪 搬上船甲板 没有驾驶员怎么办 把卡车司机调过来开船 不会开 不会开不行 就得开 就这样 1951年 新中国海军发起万山群岛战役 以不到敌军十分之一的排水量 采取靠闲战 肉搏战 刺刀手榴弹全部用上去 还有的战士甚至划着竹牌 绑上炸弹 冲向敌舰同归于尽 经过71天的战斗 肃静了广东沿海岛屿的敌人 到1955年 经过无数次战斗 解放了沿海岛屿 可是歼敌800自存1000 战事的鲜血和惨烈的牺牲 让我们年轻的海军将领们意识到 仅仅拼着勇气和无畏的精神是不够的 必须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海军 不但要有先进的军舰和武器装备 最重要的 还得有现代化作战理念的人才 1952年 在萧敬光的倡导下 大连海啸成立 萧敬光任校长 刘华清任党委书记 两个人都是汉鸭子 后来又有十几所海军军事院校陆续建立 为海军培养了无数干部和急需的人才 海军出局规模后 萧敬光又从战略角度出发 组建了我们都熟悉的三支舰队 东海舰队 成立于1955年 首任司令员是陶永 中将 前身是张爱萍上将组建的华东军驱海军 南海舰队前身是1950年的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 1955年改名南海舰队 首任司令员是赵启民 中将 北海舰队成立于1960年 前身是青岛海军基地 首任司令员是刘昌义 中将 如今中国海军迅猛发展 跟萧敬光 刘华清和其他先辈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正是他们的无私付出和远见着实 才让我们走向深南 毛泽东评价萧敬光说 他是永远的海军司令 可以这么说 萧敬光是新中国海军奠基人 刘华清则是现代海军之父 他们将永远载入中国的史册 成为大家心中无法忘怀的海军之机 萧敬光是新册的海军